国服未蹭热度,硬把致敬机械攻敌的皮肤翻译成苹果机器人 你的芯片是不是麒麟的,不是麒麟的,我不跟你配合 苹果机器人,英文原名埃布里茨 有人说这个埃是iPhone的埃 也有人说这个埃是电影iRobot的埃 翻译成苹果,纯属国服硬蹭热度 但事实上,埃布里茨在13年3月1日正式上线外服 是拳头为了庆祝联盟正式登陆苹果MAC端而推出的一款皮肤 所以把埃布里茨翻译成苹果机器人,那是一点问题没有 的确和电影机械攻敌有点关系 因为其模型的设计参考了机器人总动员中的一娃和机械攻敌中的机器人 顺带一提,根据英雄联盟维基百科 苹果机器人在阵亡时肚子上的红灯是微软公司XBOX360游戏机出现故障时的红灯 你苹果机器人身上装了个微软灯 最后这款皮肤还有一个小细节 在苹果机器人的原画中,大家可以看到 布里茨的两个手臂上分别长了四根手指 但一进游戏,英雄模型上就剩下仨了 手游也是同样的情况 原画和局外模型一览都是四根手指 一进游戏又只剩仨了